大家好,歡迎收看大膽賽馬頻道 今天這條影片跟大家說明天6月2日 沙田旺分賽的心水 喜歡片段記得按讚訂閱頻道 按鈴鐺有新的影片 訂閱方法很簡單 每條影片右下角都有訂閱的 按一按就訂閱我的頻道 除了訂閱頻道之外 也可以加入會員心水服務 Youtube三個級別,另外Patreon也有 說回明天的賽事 將會採用沙田B跑道 11場的賽事全部都是草地 頭場開跑時間是4點 留意大家明天開始是跑王分賽 逢真日賽的賽事也是4點才開跑 好像上季一樣 4點跑到9點多 11場賽事 下午日本會轉播安田紀念 有浪漫勇士會去日本跑 還有奧油氣泡也有去的 下午先看這賽事 2點8 安田紀念 本地賽事就開始了 明天就下雨了 打風 打不成了 3個風球 今晚就取消了 明天就看雨勢會怎樣 可以4點 明天還有日休息 整天的雨 怎麼搞 都沒有辦法 預計不到 那些臨場再收拾 推薦一場 選擇第五場 第四班次4米給大家試試 暫時帶有這隻安康萬里 加情的 上次1200 就 卡了 贏完之後 再出1200 就18元 跑到第二 看下將會加情 但這隻馬 都背著135磅 三歲 加情 確實是有壓力的 這些馬 都是要小心避開 會好些 23元左右 減分隻 這些 搞了很久 減分 希望可以交代到的馬 但細智庫 現在減分 減到47分 其實前季 在這個沙田 都連贏兩場 上季 一直交不到表現 今季季初 三月的時候 其實都 跑過一場上名 班德里騎 之後就沒有東西看了 一直都是這樣 放在前面走 回來都熬不到 明天配備上 會轉變一下 徐綁利 重戴開封眼罩 看看會不會有新鮮感 加上 搶雜 非常好的賀銘連 八檔 照計同場 沒有什麼馬 跟他燒 希望可以 可以拿到一個 單騎領放的形勢 對這隻馬就有利了 這隻馬 其實上季 或者前季 都一直放頭 吃虎 只不過 配備上的問題 其實我個人上 就不喜歡馬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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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這隻馬的口徑比較好 其實都是上前一場才去綁利 綁了兩場 沒什麼看 所以 這次一隨綁利 就有辦法 帶回開封眼罩 集中一點 放在前面走 這次的馬 一直放在前面走 也沒辦法 那時候的對手比較強勁 回到來都得第三 輸給那些有型人 逐夢年代 逐夢年代之後都再贏 有型人 這些是一插班 四班都贏到馬 這些是年輕人有進步的馬 所以他回到來 頂到尾都是得第三 但是你說到季尾階段 馬開始殘 他這些跑法 相當之有好處 放在前面走 貼拿 厄敏連 控制著的步速 絕對有機會由頭帶到下尾 看看明天的場地如何 如果利放多少 也有好處 這些馬 排個八檔 最主要都是那句 徐榜利家開防眼罩 同場也有一隻 安康萬里 大熱門 什麼飛 也是非常之好 出擊的時候 希望明天姚本輝 安田 不知道跑得如何 看看本地賽事 能不能夠 可以幫到他再增添 頭馬數字 希望希望幫到大家 下次再和大家見面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